南华部落聚会所历经了一年的时间 设计规划施工 6号上午正式的启用 聚会所是传承文化的重要地点 感谢中央圆明会和吉安相公所的努力 让南华部落聚会所在去年8月动土 今年8月能够完成启用 这都是经过了多方的努力 才能够让部落有这么完善的地点 来传承文化 立法委员国会办公室主任杨钦次 代表立委孔文集前来吉安相南华部落聚会所 启用检查典礼仪式 这次工程新建总经费为1500万元 除了由中央花东基金 1150万元资源移出之外 明会有补助200万元 善于的由地方配合款来办理 我43年移民乡镇 那我43年移民乡镇 那我是43年移民乡镇 同国立委的国务方许位 不过 我也有理由可以上来 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我们这边 南华部落还有那个 自强市区这边也有我们德鲁古文 您说是不是 所以哈 我们更应该要来一下我们的吉安相 事实上也非常谢谢我们的 邮箱长哈 能够邀请我们同学员来 那这位同学员 大家都知道就是之前 我们有点叫国度外交 所以他今天才要请 我今天也是当当初来 那因此他特别要我们今天来 参加我们这次盛贵 那真的 我们看到 你既然看到这个建筑货 可以说是四个字 美容免败 旧会所的启用对南华部落主任们 可以说是相当的重要 也是一件盛事 因为主任们一早就攜带家眷 来参加部落重大的日子 而特别前来祝贺有限的徐正卫 六位曾天才 原本会副主委 股仲以及议员代表村长 同模青年一起来共襄盛举 六位孔文集国会办公室主任 梁金次也向吉安相长游存报告 就是针对吉安相 他如果给主乎乡亲所申请编号 2622的保龄申请 生化边云住民保留地申请事宜 经过六位孔文集争取以及追踪之下 任何会联务局终于在前期日子同意和地办理 在此也恭喜吉安相 他如果给主的乡亲主任们 之后终于吉安相处到